我們來看到是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的感恩卸票之旅 為期九天 今天在花東畫下了句點 蔡英文說 花蓮台東是民進黨的艱困選區 這一次花蓮失掉了議席立委 不過台東再度的保住議席 雖然有成績 那麼還是有成績的 那麼雖然台東是卸票的最後一站 不過她說 將會是再起的第一站 儘管這次參選花蓮立委失禮 但賴昆成還是打起精神改編兒歌 歡迎蔡英文來卸票 花蓮小英之友會的媽媽也超熱情 一看到蔡英文就是不斷的加油打氣 加油加油加油 氣氛溫馨但落選還是不免感傷 有支持者難掩失望之情 忍不住哭泣 蔡英文知道支持者的心情 上台致辭時不忘凝聚士氣 花蓮是一個非常艱困的地方 但是也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地方 只有我們團結 我們的支持者才不會傷心 我們的支持者才不會散去 蔡英文加油 蔡英文加油 結束花蓮的行程後 蔡英文隨即趕到台東卸票 民進黨在台東 一直是一個弱勢的地方 但是在這次的選舉 我們再一次把我們立委的許事鼓募 也是最後一戰 最後一戰並不表示說最不重要 最後一戰 也是我們在下一節最嚴重開始的第一戰 在東台灣支持者的熱情相提下 蔡英文為期九天的感恩謝票之旅 畫下圓滿的句點 而這些滿滿的加油聲 都是蔡英文在起的動力 民進新聞余政華李玉翰花蓮台東報導